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花生就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做好的花生脆嫩可口,咸香入味,非常好吃 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斤左右的花生 先挑去那些坏了的或者破碎了的部分 如果不挑去的话,做好之后会特别影响口感 花生收拾干净以后,再倒入足量的清水 浸泡三个小时 这个步骤非常关键 经过长时间浸泡以后,花生吃起来才会更嫩 花生准备浸泡好的时候 先准备半截胡萝卜去皮以后,切成小丁丁 两根芹菜切成小段 然后再准备四分之一个洋葱 直接把洋葱切碎 一小节大葱切成小段 再准备几颗香菜,用刀背把根部拍扁 然后再准备两颗八角,一小块桂皮,几片香叶 放到清水中清洗一下 防止用油炸的时候被炸糊 接下来起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先把油温烧到五成热 油烧热以后,倒入洋葱,香菜和大葱 再放入八角桂皮和香叶 用小火慢慢的把所有的材料都炸出香味 经过这样熬出来的油会特别香 不管是拿来拌什么都特别好吃 当锅中所有的材料被炸到表面微微焦黄的时候捞出 再把油倒出放凉 接着另起锅,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先倒入浸泡好的花生 再放入姜片,葱段,还有一颗八角 再倒入一大勺的盐增加底味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用中火继续煮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以后,捞出锅中所有的材料放凉 再往锅中,倒入芹菜和胡萝卜丁 继续煮一分钟 把胡萝卜和芹菜烫熟 一分钟以后捞出和花生放在一起 先倒入30克的生抽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先入味 搅拌好以后,再倒入一勺香油 继续搅拌均匀 喜欢吃酸的朋友还可以来一点陈醋 这样做好的凉拌花生脆嫩可口,咸香入味 不管是拿来下酒还是下周都非常合适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